然后我还想请问一个问题 就是在《谈经》里面 惠能大师听到那八个字 开入 鹦鹉手足而生起 对 你让心思不开心 惠能大师就讲 他的名字就叫惠能 他过去身中的 那个心中的菩提心 那个种子 尤其是讲到祖师 你不要想说 他今天才开始修行 已经素食以来 他就带着要弘扬佛法的责任来的 过去身中也一定不是 像我们这种 凡夫生 烦恼生的 所以今生献前 就告诉你 他视线就是那个惠能 惠能你看错时 就是世间最贫疾倍 就是最贫困的地方 那惠能 惠不叫师吗 以师为惠 它是那个惠嘛 那个能 你在感受的那个骗师之中 你抓着感受说的能 那就是最贫苦的 最贫穷的 但是你要在哪里 掺你的性能呢 就在那个能上掺 回头啊 所以那个能中掺 是什么掺的 因无所住 而生其心 那个能的象就是什么 他能献一切能时 他根本不住一切 是吧 但是他不住一切 他没有那个性能吗 性能常在 叫神其心 所以他名字叫惠能 他就听这一句话 他就懂得那个能 所以他才能够去 五祖黄梅 东山法门求法 东山就是决心大赵开始 所以五祖以后 就叫东山法门 是吧 我今天会接观音室 我最发喜的就是 他在东山路 所以我觉得 而且我就读 多读六字弹经 所以他在听文法以后 他就参五祖 所以他才能说 我来求佛 我来成佛的 五祖就说 葛寮如何成佛 这个意思 就表示你看到那个能字 你过去认错之事 那个能字打散在世界 那就是葛寮 那就是最蛮荒的地方 但是他说 和尚与葛寮有分别 那佛性哪有分别 南北 这个意思就是 你看到这种蛮荒的地方 那个性能的最贫瘠倍 好像有分别 在真在假有分别 佛性起有分别 就是那个能字回来的 他就叫慧能 所以他名字叫慧能 那名字就已经告诉你 他就在告诉你 他启发你什么法 你将来要参 这个六祖大师的法 就在这个性能上参 你能够去 参这个性能上参 就类似 类似慧民追忆一样 慧民参那件 参那个 不思恶不思善 什么是名上座本来灭目 这不思恶不思善是在哪里说的 性能上说的嘛 性能上有什么 有什么流转 叫做葛寮 性能上有什么善 他有什么是性能 没有 那决心中的能就是如此 什么是你名上座 你叫慧民嘛 他也是那同样的慧 那你决心的大明处 决心的大明处 其实就是慧能处 但是那个能心 要是不见识 你在心外的那个明 就是到处追逐去求法的 所以慧民追一 这是向上 你会看到 你潜在于一个心 念念想要明白 那个心中那个能字时 有一个心就不断地在追逐他 你那个追逐都错嘛 追逐都错 就是刚刚他 名上座本来灭目 慧民听完以后 当下改成道明 道明就是大道都明白了 明白哪个 还是明白那个能 他们同名叫慧 但是避慧慧能的那个慧 为什么要避慧慧能的慧 因为他是慧民 他不是世间的那种 感受之中的遍布 所以他要避慧 不让人家搅扰在 世间感受的遍布上面 他要避慧 他变成道明 这个慧民 就是内言经中常讲的 决心避明 聪明力所 所记妄力 深入妄能 想要你站在那个明中 你所说的能 那就是妄能 你要明白 那是道心之道的明 那是真慧能 那是真参六祖 逢原则止 欲蒙则居 这个应该要知道 所以这个能字在哪里 你既然参这个能 你是用明心参这个能 对吧 决明心中参这个能 在哪里知道这个能呢 逢原 原是长衣 你凡有感受之中 你凡有依的 凡有依靠的 你就指 清清楚楚 那就是凡有所住都留住 就都能够歇息 欲蒙则居 蒙着就是暧昧 最暧昧的地方 最过去看到葛辽的地方 你就看到他 就是你的慧民 就是你的道 欲蒙则居 逢原则居 就是绝对心中无依 就因无所住 然后欲蒙则居 一切看到的恶神气心 就知道能心就在 以前大家对这个 可能都是 不是就是我们学和 就因无所住 然后就让自己 哪都不住 哪都不住 他就是住在哪都不住 然后生机心 然后就想这个 哪都不住 怎么生心 所以就是没法从心性上去 去体会这个东西 所以感恩师兄提这个问题 他后面还 因为读六祖谈经嘛 有很多东西 文字其实他就讲心性的 连他教授惠明 为什么 风源则止 欲蒙则居 都有他的道理的 都有他的道理 那你在六祖谈经里面 先要明白那个能子 就是慧能 祖师叫慧能 现在师里的也是那个能 就是慧能 祖师 我不是讲的能字 就是一些佛 佛门弟子念念参就的 最初的方向嘛 所以释迦叫化身佛 他就是能人能及 就是那个能嘛 现到世间的最初的 那个心体的庄严 叫做地势 地势叫能天主 都在参那个能 你用到世间 看到世间生命的繁衍 连到中国 连中国的这些祖先的故事 都告诉你 我们的祖先是谁 有熊是 熊者能也 能不能能 能不能能 就是能是说信本善那个能 信本来能嘛 可是你不能够忘多那个能 那个能变成明 觉性毕明 然后你在明中力所 你在所在的时候 这个能就错了 其实觉性毕明 它已经是能了 就是觉能 觉性的根本的能 所以这个觉能 到了世间就叫什么 能人能及 就参那个能 人之书 信本善 信相近 习相远 我们不叫信乃迁 就要知道 好像我们都会 从一开始的那个 信本善的那个善 然后迁移到各种所 然后就跺在那个所里 你给他什么 他就善于什么 你给他好 他就善于好 你给他坏 他就善于坏 其实这个性是性能嘛 可是 你要是念念之间 不住在这个性能里面 你会抓在下面 以为是能 叫忘能的嘛 叫信乃迁 不是就这样子吗 心性就是如此 那儒家都讲这个 今天不是刚刚才跟你讲说 那儒家讲的 那个礼记里面 人生而尽 天之性也 感悟而动 性之欲也 你发现礼记都告诉 你要打礼吗 你还知道心性了 那一念中 最初那一念开始时 那是安静的静 那是安静的静 它不是好不是坏 它不是黑不是白 它就是安静的静 对吧 那为什么是安静的静 它就是天之性也 天是什么意思 就是讲的一大 一大为天 因为这个决心 决好决坏 永远是一 但是它能陷好陷坏 就是一大为天 它陷好陷坏的时候 就是尽性的本来 但是就在这个天之性也 它一定能够知道一些感觉 所以知道一些感觉时 再黑之黑 再白之白 那叫什么 感悟而动 感觉到物状 感觉到万法 好像就有性中的变动 牵动 感悟而动 性之欲也 欲就是取欲 取着 捕捉 性之欲也 礼记都这样告诉你 你要先知道那个心性 你才能够守于礼 为什么 这是礼记 这是儒家的东西 一切中文的 就是让你开始 尤其是 我们中国的山中 有慧能主事下面 明天要去 后天要去礼的主 就是礼慧能 主是慧能 请慧我慧能 啰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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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封身中 我知道 正好 нач86